好那我請教一下是從對外宣傳的部分 環球時報對於台灣的文攻武嚇 各式各樣的招數也一大堆 沒錯事實上這個美國賣這麼多武器 給台灣的時候 他們這個國防部 他們國防部的發言人就說 這是以武巨統 最終必然死路一條 哇講得非常強硬 那另外一個 他們的南華早報就報導了一個新聞 他就說啊 這個這個這個幾個禮拜以來 美國銷售給台灣 包括說海馬四多管火箭啊 真誠的這個陸工飛彈啊 暗自的魚叉飛彈等等 這些武器一共有1196億 那這個呢其實呢 這個大家中國大陸不用擔心 為什麼不用擔心呢 因為這些晶片在裡面有很 這些武器在裡面很多晶片 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那因為在中國大陸製造 所以我們可以再利用 這個武器賣到台灣之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晶片 收集台灣的一些情報 那不只收集台灣情報 因為這些晶片是台灣 是中國製造 所以最終受惠了 還是中國 那這個文章一出來之後 大家看了 我不知道中國大陸人看的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看了 我是覺得蠻傻眼的 為什麼蠻傻眼呢 這標準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他們真的是這樣想 還是說這是一個搞笑的文章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些武器裡面 所有用到的晶片 跟大家講 現在這些晶片來說話 大概用了很多美國的國防晶片 其實大部分是在台灣做的 因為美國的這個晶片裡面 要經過國防部的合作廠商 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多的零組件 有打入這個美國的這個武器市場 但是它不會是晶片 因為晶片最終一定是美國核准的 包括說以前的葛羅方德 IBM或者是台積電 這些才能夠做 不是這些公司都不能夠做 所以這個邏輯 我猜他們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就等於中國公司 所以最後受惠的是中國 可是問題是 台積電是台灣公司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南華早報》的英文版原文說 這一些飛彈晶片都來自台灣 但是他們可以翻譯成 這些晶片都來自中國 因為台灣就是中國 所以他們這樣想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受惠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 他們大外宣已經宣傳到 大內宣已經宣傳到 這樣一個狀況 就大內宣宣傳說 美國的飛彈晶片都來自中國 所以大家不用反對 因為這是我們受惠 我們最終受惠 晶片是我們做的 然後我們還可以探知 這些武器的性能 那為什麼不好呢 賣越多越好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大內宣的一個象徵 那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日本也非常關注 目前台海的局勢 包括他們新任的這個岸信夫 他們的長官 類似我們國防部的長官 他說什麼 他說呢 事實上現在我們日本 要好好注意到台 這個目前台海的這個狀況 那萬一呢 這個因為中國 台灣議題是中國的核心問題 所以台灣真的獨立的時候 中國大陸一定會干預 但是呢 他不知道美國會怎麼行動 所以他就說了 有必要要去跟美國 好好的討論說 他們行動是怎麼樣 那尤其是台灣 他們之前日本媒體曾經有報導一個 就是說台灣一旦有事的話 日本就有事 所以他們顯然也把台灣視為是 慢慢的視為是核心利益的一部分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這幾天 包括說像BBC 或是彭博社都有發表一些 針對這一次軍售的文章 BBC說什麼 BBC就說 過去呢 因為美國對台海的這個戰略 他就採取所謂戰略模糊 就是要打不要打 那就看我 我當時的什麼決定來說 我也不把話說死 也沒有把話說得很清晰 但是呢 根據這一次的BBC的這個分析是說 他認為呢 因為台灣 台灣獲得越來越多武器之後呢 是不是美國準備要把這個所謂戰略模糊呢 變成是戰略清晰 也就是未來怎麼做 他要越來越清楚 那彭博社的發表文章是說呢 他覺得這個態勢非常明顯 因為之前 他們的這個國家安全顧問曾經說 要把台灣武裝成一個這個豬嘛 對不對 這個赤豬 這個豪豬嘛 這樣子的話 讓中國到要打你都非常非常辛苦嘛 所以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現在 似乎賣給台灣這些武器呢 是為了要打造一個所謂的 非作戰 非對稱型的這個作戰能力 也就是說 讓中國到要再打過來的時候 遭受到非常大的這個損失 所以你就知道 像包括說像BBC也說了嘛 就是說除了剛才講到 他說戰略模糊之外 他說台灣是下任 美國總統最大的挑戰 也就是說未來十年之內 將是非常非常的危險嘛 因為為什麼 而且他們判斷是 未來十年之內的軍事風險 會不斷的拉高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到那一邊的 今日實力不斷的在上升 包括GDP整個產值都在上升 國力上升的階段裡面 跟美國一個目前的國力 實務有一點點停滯的狀況之下 當然這個 比此消我掌的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會讓整個台灣問題 變成是中國到有能力 而且他可能會思考 怎麼解決的一個方法 好 我們稍後回來